这次是盖两栋15楼高 那地下是到B2 那我们这个做到一个耐震的一个双塔的感觉 坐落在罗斯福路 紧邻台电大楼站的精华地段 这个预售案锁定近年最夯的小宅市场 这次因为它平数小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让这个厨具一应俱全 仅仅规划12到29平 因此包含了烘碗机 饮水机 蒸烤炉 甚至是洗脱烘衣机都整合在厨具当中 空间用到零零尽致 目前的房市有多热呢 像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预售案 你可以看到它连这个建筑的模型都还没有好 但根据业者透露呢 虽然还没有开案 不过在可售户60户里头 已经有将近一半被预定走了 不出接待中心 马上就也看到捷运站 除了主打交通优势之外呢 要进一步刺激买气 业者也针对了投资的买牌 推出成交前三年由建商邦尼包租 建商愿意释出甜头 吸引买气 因为目前房市确实拨云见智 从新一房屋门市实体交易量来看 三四月份呈现负成长 但疫情趋缓后 五六月份稳定回归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18个百分点 另外央行宣布降息 房贷利率降到1.35% 也创下20年来的最低点 从台湾房屋 还有低银行的房贷大调查来看 有超过五成的民众表示 确实因此增加了购物意愿 其中有22%已是有壳一租 但还想要趁势购入一间 假如买一间一千万房子 跟你租一间一千万的房子 那你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支出 其实它可以完全cover 它的房贷的利息 那一部分的话 还可以偿还到本金 所以在超低利的一个状况下 其实对于这种 比较首购型的产品 它会这种租不如买的状况 其实它会更明显 如果本身就有购物计划的人 在这个时候确实是可以 更积极的出售 这个时候也明显看得出来 房价已经在回升了 所以如果越晚买 可能你买到的点会是越高 毕竟市场热钱泛滥 除了低利率外 加上贷款程数放宽 还款年限增加 宽限期增长等多个条件 让首购族愿意进场 手上有资金的人 也愿意置产当定存 不过专家也提醒 就算购物条件有利 仍要量力而为 我们会去鼓励比较健康的一个房贷的规划 通常就是你每个月要付款 大概是在你的月收入三分之一左右 它才不会成为一个 好像背房贷的污奴的概念 不一定是说宽限期 然后三十年期 通通用到满这样子 虽然说前期还得轻松 但是后来可能你对还款的一些压力 或者是一些变动 面对生活的一个不确定性 这个部分可能要考量一下 房市热潮推升下 七月买卖移转动数达到两万三千五百八十八栋 比起上个月大增近两成 年增率也达到百分之二点八 写下五年新高 随着建商推案量居高不下 专家预测下半年买气持续加温 但溢价空间恐怕也将因此减少 TVBS新闻 李卫华 李定丽 台北部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